小兔中蘿蔔 小兔中蘿蔔 在這個森林裡住了很多動物 其中有一隻小兔 最喜歡吃蘿蔔 有一天和媽媽跟小兔說 我的乖女,你過來 我有些東西給你 咦,什麼來的 一粒粒的 這些是種蘿蔔的種子 你這麼喜歡吃蘿蔔 是時候要學一下怎麼種 好啊,自己種給自己吃 一定很好吃 有一天,小兔妹妹飛過花園 她見到小兔拿著種子 走來走去,小兔妹妹問 小兔,小兔,小兔,你在做什麼 小兔妹妹,我是毒播種 因為我想吃蘿蔔 嘩,太田那麼大,你不是種好久 不如我幫你啊 真的?小兔妹妹麻煩你啊 於是,小兔妹妹在花園上面 飛了幾個圈 說這麼快就幫小兔搞定了 小兔一種,就種了整個月啊 一隻以來,小兔都很開心 直到有一天 嘰嘰嘰嘰,小兔,小兔 你有這麼多蘿蔔,不如 遲些開個大食會啊 什麼?原來你自己想吃我的蘿蔔? 不,蘿蔔是我的 我自己還沒自己吃的 不是啊,我說笑而已 你真是貪心啊 想吃我的蘿蔔?走開啊 之後,小兔就走了 有一天,小兔年老的蘿蔔葉大大快 她就想,蘿蔔應該吃得了 但是... 嘰,蘿蔔好重啊 我拔不住啊 這個時候,躲在大樹後面的小兔就飛了出來 嘰嘰,你有沒有事啊 不如我們一起拔蘿蔔啊 真的? 但她在我以前這樣對你 傻啦,我們好朋友來的嘛 那我們就一起拔蘿蔔啊 嘰,蘿蔔好重啊 我們再大力點 嘰,你看一下 好大的蘿蔔啊 終於拔掉蘿蔔了 小兔我走了,再見 蛤,你們不要走著啦 不如我們一起吃蘿蔔啊 真的? 是啊,我們好朋友來的嘛 我們一起努力過 應該一起分享成果 謝謝你啊,小偷 好,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要開心的事情 都要跟大家分享的 還有,希望你們都會把 喜歡的東西和身邊的人分享啦 有嗎? 沒有嗎? 我們可以玩嗎? 你很喜歡的嗎? 你呢? 好嗎? 我可以玩的